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频道 在今集我们将会与大家分享影视红星曾刚的戏剧人生 曾刚生于1934年10月5日,卒于2022年4月27日 曾刚的原名叫曾冠一,他在2015年凭借着说听风云三这部电影 奪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南配国奖 他也是著名演员林翠的包卿 另外也是王兴平和陈山河的舅舅 曾刚曾经在几间学校读过书 分别是广州的岭南学校上午分校 另外就是香港的岭南中学 香港的华隐书院和九龙的华隐书院 曾刚曾经结过三次分 第一任的太太就是阿兰蒂 1969年结婚 1979年离婚 然后就是邓拱碧 1980年结婚 1990年离婚 第三任的太太就是赵九 1994年结婚 在2022年离婚 第三任的太太就是赵九 1994年结婚 曾刚有一个子女儿 曾世远是南蒂和他生日 有一个女儿曾慕雪是邓拱碧和他生日 接着我们就讲讲曾刚的成长经历 曾刚在1934年在上海出生 他爸爸是一个越南的华侨商人 做生意的 他组织是广东的香山吉带 即是现在的珠海市向周区 他另外还有两个包妹 他的外祖父是大清第二批 接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 郑婉 外曾祖父是清末驻美国公事梁省 他的家世都相当显黑 其实相当之好的背景 曾刚早年生活在旧上海 并且以寄宿生的身份 就读于广州岭南学校的上海分校 里面的小学部和中学部 去到1948年 他就在这个逃广朝的背景之下 就跟随他的家人 一路逃难就来到香港 并且住在香港岛的中西区 就轮近香港大学的巴炳顿道12号的一个大宅里面 定居了香港之后 他首先就会入读岭南中学 后来就转到香港华人书院的下午班 接着在1952年 完成了中三课程的曾刚 就被校方安排他去旺角的九龙分校来上学 然后去到1954年 曾刚就在九龙华人中五毕业 曾刚的读书成绩 至幼不是很理想的 他曾经在岭南中学就读书的期间 偷偷地偷入教园室 偷那些历史科试卷 真是不是一个好学生 后来转到华人书院之后 他才开始了解到文字分析的重要性 于是乎就开窍了 开始发奋陶强读书 在学期间 他不单只参加了网球 足球和蓝球等等这些校园的活动 在期间他还认识了足球教练王兴贵 更加在九龙分校的圣衣纳着小堂 就受洗成为了天主教徒 即是信奉了天主教 在1956年左右 曾江就前往美国德萨斯州 就读高中 并且在首个学期 就考获第一名 真是开始开窍了 还有奖学金 他考到 他老师就问他将来想读什么学系 曾江起初就回答 他说想读医 想读医学 后来他仔细地上下 考虑了一轮 他想着长期背诵 那些医理相当没有趣味 其实读医 其实读医真是背小些东西都不行 只是那些药名 那些器官名都要读很久 如果用英文背就更加 读医医学 而且行医的过程 经常要对着尸体 结果诗前上后 想了一轮之后 足之放弃重医的念头 他反而问老师 他应该读什么才适合他呢 那老师就留意到 他所画的圣诞卡画 就画得相当漂亮 于是乎老师就建议他读 绘画艺术或建筑 因为建筑也是和美学有关的 老师还将他达到4.0成绩 即GPA达到4.0成绩 交给大学校方 结果有几间大学都打算取下他 这几间大学包括麻省理工学院 哈佛大学等等 曾光最后就选择了 跟他亲戚居住一起的加利福尼亚州 加上自己又怕冷了 他就怕冷了 希望留在美国的西岸读书好 而且在加州唐人街附近 又多 比较有亲切感 于是乎 他就决定入读加州大学的柏克来分校 他所选读的就是建筑系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曾光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 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Lan频道 好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曾光的戏剧人生 拜拜